我们到了 今天天气很好啊 大晴天 大蓝天万里无云啊 我们房产摄影开张了一个多月吧 今天终于迎来了第一笔生意 耶 可以哈 有目标在那 我们待会就要拍里面的一个condo 这个大楼里面 这个大厦 我们抓紧时间吧 抓紧时间 还要付停车费 那你快去不停车费吧 我看这买费怎么买的 多少钱一个小时啊 first two hours 1.25 我们估计要两个小时吧 保险一点 保险一点 先把牌照输进去 才会这就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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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吃了 我们要吃了 很这样 到呂还行快的 走 好 哦 微 examined 这是我吗 走 走 我们已经到来 稍微已经开始把他的设备setup出来 对啊 租客还在里面 在里面上班 对 没有想到 对 我们还轻易 对 我们还讲话轻易一点 这有个租客 对啊 这个风景很爽 这个view 我准备一下 开始拍了 嗯 好的 小美现在在拍阳台上的照片 这边风景特别好 我们看整个downtown 还有看颜色的山景 这个客厅好棒 采光也很好 然后这是他的厨房 可以坐在下三个人 这个i-land也蛮不错的 然后这个康里的设计 甚至怎么叫 因为说是比较新式的设计 不是一个木头 这个跟上面一样是大石的 侧面 然后这里是他的主卧 也有很好的采光 很大的窗 可以看风景 然后这是他的卫生间 他有两个closet 卫生间也是蛮大的 玻璃淋浴房 夏威正在认真工作中 可能闪光灯打 这样的话拍出来的话 画面会更好 更明亮 就不会有一种阴暖 我最喜欢这个房间的客厅 拍好了 拍好了小伟 我们的第一单拍好了 什么感觉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没事没事 第一次都这样子 里面还有个租客在里面 对的 里面怎么会有个租客还没走 我以为是空房子对吧 就是说他会在我们拍摄期间是没有人的 然后进去的时候园里面有个人 然后最后我全租拍摄的时候 他在里面办公 对他里面在家上班 但是感觉还是不知道呀 就是不是我想的那样 但是没关系啦 Anyway 但是这房子挺轻的 哇这个房子太好了 然后这座大楼 你知道什么时候建的吗小文 你看这座大楼 对 看得清吗 这座大楼19年 还是20年吧 我告诉你 这座大楼是2018年3月份开始建的 它是2020年刚刚建的这个Condo 它上面好高的 它有几层 你猜猜看 反正有30层有吧 没有20层 它里面有116个单元 然后基本上好像是他们上面介绍我看了一下 每个单元都是有独立的Balcony 还有阳台的四面阳台可以看风景 你刚刚看到没有 它每一个单元的就是感觉采光好风景超好 嗯 就是你在Downtown市中心可以看到 这边的山景也可以看到市中心的样子 是不是 又超好的 这个房子大家猜一看多少钱 我还不知道 因为还没有挂牌 等我们照片拍好之后 它马上就要挂牌了 但是我看到同样这个大楼 别的listing的话大概是六七十万也有 还有一百多万也有看面积的 但我们今天拍这个是 呃多少 900尺 呃对 900 900 square feet 是一个比较小的 嗯 是两室一厅两位 嗯 对一个怎么说公寓吧 嗯 这边叫condo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桨的大楼里面啊 哎呀 小伟希望我们今天出大片 嗯出大片 对希望我们的Agent他他会满意 我们走快走了他回去了 把钥匙还给他 对对把钥匙还给他 我们要先去一下Lorea Laquette 嗯 大摄影师 今天等了我们已经等了 今天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吧 没有好几个月说错了再来 哈哈哈 对 你